从深沟看世界 看见新深沟 舌尖上的深沟 走开啦 欢迎收听《咪咪之音》 我爱深沟 感谢你这一次收听《咪咪之音》 我爱深沟节目我是大迷 常听人说 做行李就是爱人人好 不要得罪客人和气伤财嘛 小农要卖米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最近台湾社会正经历婚姻平权的修法阶段 就有异性恋家庭的小农 在自己的脸书上 平时都分享友善耕种的心得 但是最近他也大方地表达自己 支持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心情 他认为婚姻是普世的人权啊 不应该把同性恋排除在外 想不到 这个意见招来了股东的不满 有一位股东 他私下通知这位小农 说因为你支持婚姻平权 所以我从此不再买你的米了 咪咪之音广播电台 很遗憾听到这样的消息 也知道这位小农 并不会因此退却 毕竟他知道 这是伸张正义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另外胆子也很大 不怕得罪人的另一位小农 就是康复后大哥 这位退休教官 他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三件事情 老天爷的事情 台风地震 根本现在连科学这样的发展 你也没办法去改面它 很多人就一直太担心老天爷的事情 然后希望管别人 这是最普遍的 这是别人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经常跟朋友老天爷就说 我们人会苦恼就是太担心老天爷的事情 喜欢去管别人的事情 然后做不好自己的事情 也就是说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管不好 你管不了自己很喜欢去管别人 所以纷争 纷扰就会从这样来的 是因为最近这个婚姻品酒问题一直在吵 我当教官22年 那中间也知道很多的学生 他有这样的倾向 包括父母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很头痛甚至又反对 可是十年十多年过后 这个学生他一样仍然是这个倾向 那个你父母亲很难去改变他 所以这当中的这个劝阻跟阻牢 可能也很难改变他原来的这个倾向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说 既然是这样每一个人有选择 朋友或是选择这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那为什么一定是只有异性可以 教官说如果有人反对婚姻平权 而因此在脸书封锁他 教官就也是会尊重对方的选择的 说到这个议题 当然也一定会想到 长期关注土地议题 性别议题的图拉克 其中一位成员吴绍文 已经在宜兰务农四年 对于性别议题的研究就更久了 不管是宫听会现场 或是即将到来的12月10号 在凯达格兰大道集合的平权音乐会 图拉克都会到场支持 为什么参与这些行动有这么重要 听听绍文怎么说 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 为什么我们这次必须要走去街头 那我是认为说 其实民进党就是从5月开始上台之后 他们在非常多他们选前承诺的事情都没有真的做到 比方说其实我们都知道民进党有很多是那个劳工阶层的票 然后也有很多 像蔡英文总统那个时候选前 他就出了一个彩虹的悠游卡 然后就写说他支持婚姻品 同志婚姻品权这样 那么所以彩虹悠游卡那个时候出来 一万两千张就是秒刷 一个小时内就卖完了 这是他其实 就是对于 一个政治人物你要选举的时候 你做了这样的承诺 然后这些人因为你的这个承诺然后投给你 结果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知道就是实际上也许有压力 可是你当初你选举的时候难道不用对这些人负责吗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 太多同志都投给蔡英文总统 他们很失望他们很难过 如果今天一定要按照这个柯建民总招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哦 那么社会上尚未有共识 然后所以呢我们还要再看看的状况是这样 那今天教会他们动员了多少人 他们动员一万 那我们就必须动员两万 他们动员十万我们就是要动员二十万 我们必须让这个台湾社会看见 就是说同性恋 或者是支持同性恋 婚姻合法的人 人绝对不会比那个十分之 我觉得是百分之五的基督徒还要少 一定是更多的 我觉得民进党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事实 我没有让他们知道 所以十二月十号为什么又必须要再更隆重的展开那一场 然后图拉克也还是会到场 因为就是如果大家理解这个 我们的立法的就是修法的程序的话 立法院就是先法案就是要先一读 然后呢二读 二读在司法委员会二读之后 过了之后然后他还要进入整个立法院的大会 然后再做一次三读的审查 那么呢现在为什么塞在十二月前面是因为我们现在连二读都过不去 因为呢这个在司法委员会里面本来说要过 但是因为这个教会的这个动员 然后造成说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再二读 所以听说十二月的下旬要排二读 如果我们今天在十二月十号没有办法动员出一个人数的话 实际上有可能我们也排不到二读 当一个法案他连二读都过不去说 就不用想象他会到三读嘛 就不可能嘛 所以他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 这个二十年的这个运动里面 说实在就是这一次今年是蛮关键的一年 就是说到底我们的国会的议员愿不愿意支持这个法案 然后我们的民众怎么去撑出这个空间 撑出这个人数 就是十二月十号他会是一个蛮关键 因为三号跟八号就是基督就教会都有动员 那我们在我们压在十号就是希望可以 可以给更大的一个动员的力量用人数去 告诉我们的执政党执政的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 告诉他们说我们人很多 你们不要怕你们就是去做 各位亲朋好友我是蛮希望你们那天 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台北的 因为实际上如果按照人口数 同性恋只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 然后加上加上大家又不敢出柜的话 实际上那个人数要撑出来 必须要透过就是就是异性恋的友善的就是你们就是我们的朋友 这样子然后会非常希望大家十二月十号可以空下来 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台北谢谢 十二月十号开刀间 总而言之 如果迷迷之音的听众因为以上的表达而决定不要再听我爱升钩节目的话 本人也只能说一声感谢 至少您愿意听到这里 接着就只能说一声 选择 不送了哦 拜 对对对对对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闹着玩的 谢谢你继续收听我爱升钩 我是正在走路环岛的布林 请大家支持迷迷之音我爱升钩 我是正在走路环岛的Vicky 那请大家支持迷迷之音我爱升钩的节目 今天节目要拜访一位宜兰市的美术老师 逸琳老师 他正计划要来农村教小朋友画画 逸琳老师曾经到法国留学 读的是高等美术学院 对于美术教育有很多另类的观点 对于城市和农村 小朋友的美术课资源不同 小朋友的发挥 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差异呢 逸琳老师的美术课要上课咯 不过大迷今天冒充旁听的学生 走进教室 一开始小朋友的问候声就害我融化了 来我们一起跟大迷姐姐问好 大迷姐姐好 大迷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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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是先到宜兰的仲山国小 然后刚好你每个礼拜这时候要帮小学一年级上一堂美术课 我自己从旁边当一个大小孩跟着上这堂美术课 我最感动的是天哪原来我可以学雪花怎么画 雪花对大概在台湾很少看雪的人的经验来讲 看到雪的机会不多之外 怎么会有想过说雪花是可以画出来的 有时候只是一些圣诞节啊 可能一些就是那种国外的图片电影里面可能会去凸显的一些东西 会知道好像一个长得像一个很漂亮的像剪影的东西一大朵 那今天逸琳你在跟宜兰国小这些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画这个东西根本是不分年纪 可是小学一年级他们就可以接触 哦原来雪花是要对称 然后是可以里面的结构可以自己自由发挥 这些东西在你自己的那么专业的学习美术的背景里面 为什么你会选择像雪花这样子的切入点来教这么小的小孩子 其实这一堂课不是只要画雪花 你画随便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可以 那你只要可以画出是对称的 所以其实我们主要是要教小朋友对称 然后呢他的对称可以是左右对称上下对称 或者是放射状的对称 雪花刚好他就是对称 所以是利用雪花的对称来教对称 那你要画出别的东西是对称的也可以 对所以小朋友他就会开始有其他的发展 自己去以自己平常生活的经验 或是他喜爱的东西再加进去雪花里面 小孩子的脑袋瓜真的不设限的 对其实啊我觉得教小朋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有时候我在示范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真的是很呆吧 像我今天在教他们画雪花的时候 我就教他们说三角形什么形什么形 那你旁边要对称 然后后来他们开始画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树的对称 有树会在雪花里面 还有那个平交道 我觉得那个真的 然后还有火车 而且他火车上面的数字6 然后对称一边还会相反 因为我跟他们讲说要像照镜子那样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大家要动动脑 你要对称嘛 那你你的那个字啊什么的 你有写字你就要相反 然后或者是会有什么 我来啊什么你好 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会发展出一些很有趣的图案 这真的是教小朋友最有趣的地方 从小朋友学习像是上你的美术课 你有没有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学美术的经验 其实啊我以前上美术课的时候 跟现在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耶 我们以前没有教这些啊 那以前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发现自己会画画 是因为有一个很欣赏我的老师 他会把我叫到旁边去说 我们要画什么什么板豆什么的 过年吃年夜饭什么忘记 那时候他就是拿一张纸 然后就叫我说 我们要比赛耶 那你就画什么什么这样子 然后画好再拿来给我看 然后我 因为我妈她煮饭啊 就是都会是比较偏咖啡色系 所以我的那个餐桌上的菜色 都是偏咖啡色系这样 卤肉啊什么的 白斩鸡啊那一类的啊 然后呢我就画了啊 结果老师就说 你的桌上的菜色可以有更多丰富的颜色 那其实你看这是不是就是生活经验 那其实画画真的就是生活经验 那我们那个年代的画画就是大家一起坐在教室 然后老师拿图画纸 好今天画野餐 今天画远竹 大家就画了 也没有再讲说要怎么样去安排构图 什么都没有 那为什么自己会比较知道自己喜欢画画啊这些 我觉得真的就是刚好有老师鼓励 对啊 他的鼓励就是让你觉得 哎呦我被抓到旁边去 啊你就是那个小朋友的那种心 你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很特别 对 然后被赞美我应该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对因为你被抓到旁边去不是去被骂 你是被抓到旁边去偷偷赞美 然后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 然后又叫你要做一件事情什么的 就觉得哇好像画画是一件好事 对对对 你到法国建修视觉传达 可是这个也是因为你想要继续从事美术这条路 所做的准备吗 还是只是误打误撞 误打误撞 对 因为我去法国的时候 其实我是想要考珠宝设计 结果呢 我考上的学校是试传 那视觉传达我这个学校他教 因为试传里面包含非常多的种类 就像你美术系里面会有雕刻会画这些 那试传的话他会有一些 有插画还有摄影 还有拍片 拍MV啊什么什么 可是我觉得 这个都跟我后来发展的路 其实我回台湾也没有 也没有往视觉传达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但是我觉得 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养分 然后是一个帮助 就是很多 其实都是用得到 他的你虽然领域不同 但是你的那个 他的一个中心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 不是好你画画好了 你不是只是画出一个让人家觉得 很漂亮的一幅画 这样 你的画里面其实是要有表达东西 表达想法 或是你做一个装置艺术 你这个艺术 有些大师 他可能画面很简单 可是他是真的有表达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就是要学这个 这个算精髓吧 我觉得 而且可以听得出来你有很多话想讲 不结结巴巴的 不是不是 你的很多话想讲是指 你自己有很多关心的议题 或者是主题 比如说你甚至于你主动的想要到农村 教小朋友美术课 这些东西应该是你自己骨子里面 好像觉得好吧 那如果不是又透过口语表达 那至少透过绘画 这些也都是在表达你自己对这个 一些社会议题的关心 或者说对于教育 你有自己想法 就是这件事 值得透过美术的方式这样子 来教育小孩子 其实我以前 就觉得 哎呀 教画画其实也没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反正小朋友他自己就会画了 会画的就会画 因为他有天分 我以前都这样觉得 然后所以我都觉得 当美术老师也没什么厉害的啊 人家他自己就会画 又不是我教的好 那我也不知道教到什么时候 突然有一天就觉得 其实我们如果就是跟他引导的时候 他有理解到你要跟他讲的东西 他画出来的真的会比较 比较有内容 对 所以我才觉得 所以老师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觉得 那会去农村这件事 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那我认识轻松大哥跟美红姐 很久了 然后应该有十年了 那时候我认识他们 我还在台北工作 我就觉得哇 好令人佩服的一对夫妻哦 就为了自己的理想啊梦想 然后可以舍弃整个大环境的那种价值观 然后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那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 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事 我只是觉得我很佩服他们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轻松大哥跟美红姐 他们就会说 想做什么就去做啦 就是 反正就是 所以一拖也拖了十年了 一直有想要做 没有耶 这个是有一天轻松大哥跟美红姐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在讲什么 然后突然间就冒出一句 那你来农村教画画啊 来开一个什么学堂啊 画画的学堂 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说 天哪那么远欸 不要闹了这样 我心里这样讲啊 可是因为我很尊敬他们啊 然后我就说 哦好啊好啊 就是完全是心跟 呼隆 对对完全就是呼隆 然后他应该也觉得 我很懒散 然后每次都久久才会去找他们一次 就是很茫然的时候啊 就觉得欸 人家为什么那么正面啊 很很有想法 然后就去做自己想做事 然后我都那时候都还觉得 自己不知道要做什么才是真正想做事 就是你就觉得工作赚钱工作赚钱 就这样 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觉得 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 去充电一下 对对对就会去找他们聊个天啊 然后就觉得哇 又充满了正面的那种能量 这样这样子 然后后来 又有一次我在网路上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女生吧 她年纪很小 然后她就是 她有一个团体叫做 为什么 为偏乡而交是不是 也是那一个影片让我觉得 老师是一个蛮重要的工作 我以前真的觉得老师没什么 就是小孩自己厉害就对了 你只是让她知道有这些 有这些资讯而已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哇 人家还可以去偏乡欸 我连那我也可以去农村啊 对啊 因为农村说实在我们宜蘭虽然非常小 你从农村要来都市 可能坐个车 骑个机车可能20分钟就到了 但是说实在农村的小孩 他不会因为要学什么 然后一个礼拜一次或什么来 从乡下来到城市 其实也不是什么 对啊 你这个让我很有印象的是 我们上一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因为我还不知道你是住哪里 但是我们一起在深沟村碰面聊天 那你就说 哎呀像我们都市其实资源都比较丰富啊 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 在农村这边可以就地取材 希望可以带小朋友用不一样的方式 一样是可以接触美术这种画画的东西 那我心里就一直在想 天啊你是从多远的地方来都市 啊该不会是台北吧 后来一听宜兰市 车厂也不过只有10分钟 15分钟 对 我心里想这位老师请问 到底光是在一个宜兰 难道就你所看见的 他的教育资源就是那么 已经有那么明显的落差是吗 有哦有哦 因为啊 你说宜兰虽然小归小 但是你的那个城乡差距啊 那个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乡下的小孩啊跟城市的小孩 我觉得应该会不一样吧 乡下的小孩他们接触的平常的环境 因为其实画画其实很多时候是把你的生活经验会反映在画面上 你说城市的小孩你要叫他画那个稻田好了 他可能画不出来 虽然说只有10分钟的车程 他也没有看过 然后你叫他画树好了 像有一个小朋友他画香蕉树 他就把香蕉树画成 他就像龙眼树那样 然后是长香蕉 就是他会以他 因为他没看过香蕉树啊 所以他的生活经验看到的树 然后上面长香蕉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农村教小朋友的话 他们画的自然的一些景物 我觉得一定会画得很好 更生动这样子 对而且如果写生 你今天看图片 你是看平面二滴的 那你如果一走出去 就可以看到其他的 不管是香蕉树或什么树 你可以看到真实的 你画出来的就更生动啊 那如果这时候又有风 你的叶子的方向又会不一样了 那又有动态了 那如果又有下雨 那你又可以画水珠 那如果起雾了 你又可以画雾气 那个在那种自然的环境画 我觉得跟看图片画 我觉得那个效果成品做出来的 应该会更好 对 你的时间 这等于是也会让它变成是常态式的 能够在圣沟村 比如说在美红厨房 能够有一个教室 可是又有很多时间 是可以走进那个田间小路这样子 去做写生是吗 大概的想象 那个课是什么样子 对啊 你讲的就是我想的那样 偶然 因为这件事情 你不能做到一半 我不可以说我今天去教了 然后突然间说 诶我要去旅行呢 或是我不教了 小朋友就自身自眠 不行 所以你做了之后 你就要持续 所以就是要常态 要常态 所以要有一个准备到 觉得可以的 对于小孩子的 每一个小孩子的特质 也是需要跟父母亲沟通的吗 嗯对 其实啊 我觉得小朋友来学啊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开发他们的那个观察力 然后还有就是更后面一点啊 学更多一点 就是表达能力啊 还有一些 鉴赏能力啊 审美观念这些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想着重的是在表达想法这方面 那一开始当然不可能 一开始一定要先从观察开始 所以就是会想要可以带他们去田边啊 看真实的草啊 或是花啊来画这样子 为什么特别觉得表达能力这件事情 透过美术学习要这么小 就得要去帮大家启蒙 是这么重要的事 因为我觉得想法跟表达能力的这个启蒙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们我们的教育里面啊 我们比较少缺少的就是这一个方面 我们平常你看小朋友去上学好了 他们就是写功课 然后考试 那考试呢 就是考什么 考你之前写功课的 反正就是背下来记下来 这样子的方式的小朋友 你要叫他去想一件事情 或是表达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 他其实是表达不出来或是想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 你说台湾什么要跟人家接轨好了 世界接轨 你世界接轨 你光是最基本的都接不上 我觉得这才是最基本的 你说有全民阴检好了 这个全民阴检 我真的不想批评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 全民阴检 你阴检什么 是台湾在阴检 结果你出去国外了 国外的人有在管理台湾的全民阴检吗 不是啊 你就是这是不通的 你自己在一个小圈圈里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学语言什么的 然后出去也跟人家无法沟通 你说小朋友以后啊 不一定啊 大家都会觉得说 有钱人才能出国念书 其实不一定 有些国家他念书 其实花不了什么钱 像德国 你只要是够厉害的 我说的厉害 是你的想法 你真的就是有能力 你的想法 你的各方面都考上的话 德国是不用学费的 他是比在台湾念 公立的学校都还要便宜 而且又有一些补助 虽然说现在欧盟啊 可能会有一些政策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但是对因为未来的路太长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小孩以后会怎么样 他以后会不会出国念书 或是跟国外有什么接触什么的 不是说我们从洋媚外或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地球村 你本来就是要跟人家接触 那你跟人家接触好 我们今天在聊天好了 光是聊天聊一个议题好了 人家每个人随便一个议题哦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什么的 可是说实在的 亚洲好了啦 亚洲的学生就会比较 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你说不知道怎么表达 其实也是因为头脑里没想法 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比较盲从的 你是跟着一个社会上一个流 跟着人家在走 人家前面怎么走 你跟着走 那你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样走 他也不知道 他也回答不出来 所以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我以前小时候很爱画 可是我到国中的时候 是完全断掉的 然后后来又到大学的时候 又开始画 然后大学的时候 我是念普通高中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班上有好多那种 美工科来的 哇 我觉得他们画得很厉害 所以我也觉得很自卑啊 以前的那种荣耀感 虚荣的那种 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是感觉都不见了 所以我真正又开始画画 其实是我在教小朋友 因为我教小朋友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觉得 哎呀反正那么小 唬一唬他们啊 他们也不知道 你随便画个记忆笔 他们就会说 哇好厉害好厉害 然后那个虚荣感又回来了 然后又看小朋友又画得那么自然 他们不会卡住 他们就可以很很顺畅的一直画下去 然后我觉得那是一种相辅相成 你看小朋友画 很厉害的一直画下去 然后我也就会觉得 画画没那么难了 就是其实画画真的不难 但是对于在困境里的人是真的是难 因为我能理解那种 所以不会难 真的 我刚刚有没有听错 你是从小孩子那里 重新再找回自己 对画画的自信跟手感 真的 像他们啊 像小一吧 小一之前啊 幼稚园这些年纪 他们的那种想象力 会比写实能力更好 然后也不用给自己设太多门槛 对 讲到这个设太多门槛 你画画你越紧张啊 越想说我要把这张图画得很好 你就会越画得不好 像我有时候在画 然后我想 这张纸是比较贵的水彩纸 所以我要好好的画 然后我就会画得很丑 然后我就觉得 这张纸回了 结果后来我就翻背面 想说好吧 那就来 反正都浪费掉了 这张纸浪费掉 然后就练习好了 就啪啪啪啪 可能十分钟或是五六分钟 可是画的是比我刚刚很谨慎的画 两三个小时好太多了 就是我觉得画画真的是 没有一个规则或是什么定律 或是什么有啦 有些人会说颜色啊 配色构图什么 可是我说的是 哎呀你懂的 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自己懂啦 就是老师懒着讲的时候 就说你懂的 那我最后 我想知道的是 就像你小时候被鼓励了 所以开始会觉得 嗯 试着去画画 那那种自信啊 成就感的建立 对于任何一个家里 有小朋友 没事也喜欢乱涂画的小朋友 这种我们如果身为家长 或一般在旁边观看的大人 到底是永远就是 哎呀 反正就赞美就对了吗 有没有什么诀窍是可以 真正我们可以从小孩子的 在画画的这个行为上 大人的角度应该可以怎么做 会更对他更有帮助 对其实赞美啊 你如果只是说 哇你画的好棒哦 嗯画的真好 嗯很好继续 这个一听就是很敷衍 所以其实啊 我们要赞美 你可以更具体一点的 你可以问他说 诶那你在画什么 然后他就会 小朋友一定很多故事 哦这个是什么啊 然后车子过来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哦原来这是车子 虽然你可能看不懂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 诶真的有轮子 或是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开始赞美了 哇这个轮子 画的真好 好圆哦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 你先 你要去了解 他是画什么 然后再去从他的画面 去跟他一起讨论 他会觉得 哇我的画作是被理解 嗯 而不是很敷衍的 哦画得很好 那小朋友一定也会觉得说 嗯 你又不知道我画什么 嗯 你怎么知道我画得好 就是其实有时候 大人的言语 敷衍啊 或是真的有想去了解什么 他们是感受的出来 那其实如果你有去 跟他们一起 去聊他的画面 就算他画得不好 你跟他很开心的在聊 说哇那你这个是什么 你这个是什么 他可能也会觉得 嗯 有人在欣赏我的画作 嗯 那个也是给他一个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鼓励吧 对啊 而且就像你说的 画的同时 其实已经在激发他表达 心理 表达自己的能力 那时候人家问他的时候 让他还用口语表达 也试着说出来 对 又帮助他嘴巴去讲 嗯 然后还有他要画之前 他要想说要怎么画 嗯 所以 我觉得 就真的就是相辅相撑 嗯 这样子 好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 不知道 什么时候来深沟村 开始教美术课 不知道 但应该慢慢酝酿中 如果有人有兴趣 就可以开始 我们可以集结聚在一起 就可以定出个日子 是这样子吗 嗯 对啊 应该是这样 你都很懒耶 都是我自己瞎猜耶 好啦 我再问看看 美红姐 她的厨房那边 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我之前 就是心中大哥在讲的时候 她有推荐我两个地方 然后我看了 我是觉得 哎 那个猫小姐的那一个场所 还蛮适合的 嗯 我就觉得说 而且旁边又有小间蔬菜 又有一堆书 有时候书 也是一个 虽然说书 如果有图片 它是平面的 嗯 比你看真实的 还要不逼真 嗯 但是 它也是一个参考资料 我觉得 当然画画你 能够 有更多的资料 一定更好啊 以后就请大家 有机会逛逛 她的FB专业 叫做 名字还没定 对我FB专业啊 想了很久 也弄了很久 但是就是一直还没有 正式见面 对正式见面 所以也 大家还不知道 有这个FB专业 它是一个幽灵专业 你的整个松散的步调 真的非常适合农村 你就是适合农村的 专属的美术老师 没错 没有 我觉得我这种松散 有点恐怖 就是可能人家礼拜一要上课 然后就慢慢的走走走到那边 礼拜六了 应该不会这样吧 你到底还想不想招生啊 好啦 拜 那个剪掉 那个剪掉 好啦 那个 等你啦 对对对 很热是不是 很热是不是 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 没有固定来宾 但是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固定播出 网络收听品质又好有坏 收听时请向月操作说明书 好 好 好